好不過疫情延續了兩年多時間 如今指揮中心首度鬆口說入境檢疫要朝向753來做規劃 也就是接下來這檢疫將會縮短到五天 渴望開放旅遊 但是先前旅遊業者喊出的是希望可以三五七 也就是三月份開放商務旅遊 那麼五月份開放入境旅遊 七月份開放出國觀光 現在旅行社業者坦言 如果政府再不開放觀光 真的會撐不下去 那我想要到整個非常的開放 非常自由的這樣的行動 在五月恐怕還太早 指揮官陳仲坦言五月開放入境旅遊 言之過早 畢竟疫情無法掌控 倒是檢疫天數渴望從十天 逐步再縮減成七天五天三天 但旅遊業者希望的是三月開放商務 五月開放入境旅遊 七月開放出境觀光 因為疫情兩年多來 光靠國旅還是很難撐得下去 單純只有維持國內的量人 其實還是不太夠的 那至於說會不會有什麼損失 應該也跟去年同期來比 其實也都是 目前都還是在做虧損的狀態 那我說時辰很難用時間來定 但是我們確實有七五三的計畫 把自主的防疫的應變做好 加上國內疫苗打得好的話 那開放的腳步就會快 重申要跟旅遊業者充分溝通 就看業者如何規劃旅遊泡泡 不過越縮短 檢疫天數相對風險越高 檢疫十天漏洞放出來的比例是百分之一 七天則有百分之三點五會漏出去 五天會漏到百分之二十 檢疫縮短到五天相對有誘因 但考驗跟著開始 就算說漏出去的陽性率高 但是周遭況內的陽性率低 那這樣社區傳染就很有限 專家認為邊境開放不以貿然 同時要考慮國內外疫情 自主防疫應變 還有疫苗涵蓋率越高越保險 記者林氏達黃石芬特別報導 記者林氏達成功 記者林氏達成功